會不會很冤枉 國民黨原住民議員陳英 在律師陪同下 快步進入市調處報到 因為他疑似收取回扣涉灘 陳英歷經九十分鐘覆訓 檢方最後無保請回 律師表示都是誤會一場 難免碰到 另一位國民黨原住民議員 簡志偉同樣也涉灘收回扣 簡志偉和陳英兩人遭控 利用議員配合款 採購桃園三所學校工程 疑似透過特定規格綁標 護航同一廠商得標 並收取回扣 二十一號上午桃園遞檢 搜索兩人服務處及住家 並依涉嫌貪污罪被告身分 約談兩人道案說明 我想都是誤會一場 所以我們就 雖然小小都委屈 但是沒關係都那個 會還我們公益 有信心也相信 司法會還給清白 眼神略顯疲倦 簡志偉一路偵訊 直到凌晨才結束 遇令二十萬元交保後船 他的律師一口氣領了十五萬 再加上簡志偉自己的五萬元 繳交後順利離開 地方政府編列議員配合款 讓議員每年有千萬額度 能職監服務民眾 兩人捲入校園採購案 涉灘風波 全案進入司法階段 是否誤會一場 盡待調查結果見證章 3D新聞 張玉潔去拉雲 桃園採訪報導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